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寿喜烧酱 我觉得它很百搭 要拿来炒 做饭啊 做炊饭啊 或者是做任何肉类料理啊 蔬食料理 它都很好用 所以这一集我就设计寿喜烧酱 带给大家 然后它是海陆全餐哦 你看到这边有五锅鱼片 然后跟邱家兄弟的冷冻白虾仁 然后菇类我用了柳松菇 还有白金灵菇 如果你有杏鲍菇啊 或者是杏鲍菇头 其他的都可以 没问题的 然后这边我还切了一点点的姜片 然后还有黑木耳跟洋葱 对 这是我使用的蔬菜的料 然后这里还有切了一点细葱跟牛番茄 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是在五月初 对 所以那时候牛番茄很多 然后火锅肉片我用的是牛肉 我们也有猪肉跟羊肉都可以选 在做料理的时候 我都会把菇类先干炒 就是倒一点橄榄油之后 菇类先炒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菇类有一个腥味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有水啊 下去炒你的菇类的腥味 它会一直在 所以你干炒之后 其实菇会蛮香的 这一次的料理我用了两杯米 记得我在咸猪肉那个锅饭的时候 我也有教大家 如果你有一些料啊 一些菜一起跟饭下去做的话 你的水量就是乘以0.9 就不用到达1比1 所以这里我就用了1.8杯的水 一般来讲我在做这样的炊饭的时候啊 我米倒下去我还是会稍微拌炒一下 对把它都先拌匀 因为让米粒去吸满刚才的菇类啊 还有你炒的一些比如说炒洋葱什么的 它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然后我就开始去煮饭了 然后这边我就来把五锅鱼片稍微洗一下 然后擦干 五锅鱼片我有稍微用一点海盐跟黑胡椒调味 其实在这里没有用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等一下的寿喜烧酱 事实上它就会有味道了 这个五锅鱼片啊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即便我这样子沾一点米粿粉下去干煎 它就很好吃 而且它的肉质很新鲜 牛肉的火锅肉片 你也可以用猪肉的火锅肉片 或者是羊肉 我们也有羊肉的火锅肉片哦 这是秋金瑶的冷冻白虾仁 我不会在外面买虾仁啊 那在合作社这个是秋金瑶的 所以这个还蛮放心的 它剥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虾高汤哦 全食物利用所以不要忘记 酱油到了100ml 任何酱油都可以 薄盐酱油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味淋纯米淋 我用了150ml 然后这个米酒我用了50ml 然后我还有再加50ml的水哦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味道稍微咸了一点 你们知道我都吃的很淡口味 所以我还有再加50ml的水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刚刚好耶 所以大家可以先跟着我这一个比例下去做做看 然后我酱汁调好之后我就先来炒洋葱哦 洋葱然后跟刚才的一点点姜都一起下去炒 有时候有一点姜味啊 那个酱汁吃起来才不会太腻太咸或太甜 姜是刚好平衡你所有调味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然后你看我就把刚才调完的寿喜烧酱倒下去 然后洋葱就让它稍微煮一下 然后我就丢下牛肉火锅肉片 然后还有我们的五锅鱼片 就让它稍微微煮一下 然后虾仁我最后再丢 因为大家都知道虾仁其实很好熟嘛 所以虾仁我就最后再丢 然后让它小火去煮 小火煮滚它稍微煮一下让味道进去食材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看到我在组合了 刚才切好的葱还有牛番茄片 然后我还切了高丽菜丝 然后这是我们做好的寿喜烧酱 它放在冰箱冷藏大概三到五天用完就没问题 刚才煮好的饭 然后我就把我们炒好的料啊虾仁啊五锅鱼片 还有火锅肉片就放上去 然后再撒一点葱 这就很棒了 在家里煮饭啊不用太伤脑筋 尤其现在妈妈们在家还要顾小孩 还要煮饭 不要让自己太累 简单煮快乐吃 这样子我们才能长长久久 然后像这样子一碗 有好丰盛的料 有高丽菜还有牛番茄 然后海鹿都有了 再一碗饭我相信全家人都会吃得很开心 好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